各位学员好 我们这期课要详细讲一下的呢 是party部分的六道多任务题 那每一个MTQ的问题 一看啊 题杆比较长 一定要先翻到后面 看一下具体这个题目是关于什么知识点的 以及具体的要求问的是什么 你看在这道题呢 明显翻到这一页之后 就看到是关于Belbin 这个学者的团队成员的角色理论的嘛 那么关于这个知识点的一些题目 我们前面的选择题当中呢 也给大家解释过一些 所以你在回忆这个知识点的基础上 要想想看 具体前面题杆当中告诉你的 一二三四这四个人 分别对应的应该是现在的ABCD 哪种团队成员的角色咯 那你先得回顾一下 shipper做什么 推动推进作用的一个角色 对不对 充当这个角色的 那monitor evidator呢 其实有一点点处女座的一个情节啊 也就是他更多的是倾向于 对这个事物进行分析判断啊 这些 那如果是implementer 就是把想法变成实际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具体的执行者了 那如果是第四项地项 那充当的更多的是专家 学者的一个角色嘛 那你就得根据前面题杆看一下 到底peter知道matthew这四个人分别发挥的是哪个角色 相当于就是一种连线的过程 然后就会有同学问 那万一要是我集中一个连错了怎么办 放心啊 连对了每一个啊 每一个人的这个角色 只要连对了 只要选对了 它就会有0.5分的分值的 但是呢 像这种连线题 你想想看也知道 你只要有一个错了 就意味着至少两个错了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把peter的角色 想成是这个gloria 必项的第二个人的 然后把第二个人的角色 有可能想成是第一个人 也就是你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的角色 刚好弄反了 那这不就是一错就错一对吗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 做对了的 连对了的 肯定是有分数的 那做错了的那个部分就没有分数了 不会因为你一个连错了 那么所有的两分的分值都没有 不会的啊 就是你连对了的 它还是有相应的这个分数的 所以这道题 有可能你能得一分 或者是都对了的话 那就有可能得两分了啊 那么这就是给大家说的评分 这一个过程 简单给你提示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前面具体的四个人的一个情况 那这四个人呢 都是新的组成的一个团队的团队成员嘛 那每一个人的描述呢 其实是分两方面来描述的 一方面是这个个人在团队当中充当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他可能对这个团队造成的一些潜在的隐患或者是问题 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他发挥自己的团队角色的过程当中 不足的不足之处啊 那比如说Peter 他的这个作用呢 你看这里有明显的关键词提示 把用黄颜色给大家标注出来的关键词找到之后 你自然就知道他发挥的是什么角色了 那你看他是 就从其他人那里呢 搜集到所有的一些ideas 把他变成什么 就是把那些所有的想法付诸于实践 那他什么 具体的执行啊 把想法变成实际行动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不足之处是在于没有那么灵活 你要知道啊 具体负责执行埋头骨干的人 最讨厌的就是意外情况 或者是不可控的一些事件 所以呢 他可能缺乏一定的灵活性 也往往比较拒绝或者是抵触更多的change 或其他的可能性 其他新的new possibilities 为什么 具体负责执行的人 如果是有太多的具体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新的可能性 他就会很抓狂 因为他会觉得out of control 就是无法掌控了嘛 明白吗 所以具体负责执行的人 就是比较果断之余 他还可能更机械化一些 或者是缺乏一些灵活性和通融性 那也不太愿意做出一些改变和新的尝试 因为已经在前面搜集大家的想法和idea 就是这些这个建议的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得出具体该怎么做的一些执行的方案了 结果已经开始执行了 还在那改来改去改来改去的 你们让人抓狂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比较拒绝的 那么Peter的这个情况理解了 自然应该就知道了 他是发挥的是implement的一个角色 那Gloria这个人呢 关键词在于抗压能力比较强 这个是我们前面选择题里边 也设计到过提到过答案 就是who response is best 看到那个是best 就是在一些压力的 遭受压力的这个情况下 能够应对的最好 而且呢 能够更好的克服很多一些障碍和困难 overcome any obstacles 对 那他是因为克服困难障碍 他就干嘛 他就得推动推动 所以他发挥的是shaper的这个作用 但有的时候 这个发挥shaper作用的人呢 因为他拉着大家一块推进 这个团队的工作 所以有时候呢 不太会顾及到他人的感受 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要理解一下啊 再看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的这个情况 他呢 发挥的是specific knowledge 就提供的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建议 但他就因为太专业了 所以他只能啊 only contribute to discussions on these areas 他就只是在专业领域提供一些建议 但是呢 缺乏大局或者是全局观 就是有的时候 你这一个领域做的过分专业之后 你有可能想不到一个宏观的 大的一个bigger picture 所以你想想看 那现在的虚拟他发挥的这个作用 是不是应该是我们后面强调的 这个具体的专家学者的地上的那个角色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专家学者的这个specialist这个作用啊 再来看第四个人 Matthew这个情况 那Matthew的这个情况呢 是see all the available options before judging them 那你想想看 你用脚趾头想想看也知道 其他三个人都判断了 那么剩下的Matthew 就应该是什么 evaluate 就是负责evaluate 评估也好 判断也好 分析也好 以及monitor的 均色的这个人 那就是因为在这里的关键词也提示了 他负责的是 首先要做什么呢 available options before judging them 就是在判断之前 对所有的这个可能性 选择的这种可能性呢 做出详细的分析 判断 评估 是这样子吧 所以他这应该是发挥的是刚才说的 monitor evaluate的这个作用 然后再想想看 后面他的不足之处 he has proven 看到那个是不足之处呢 是check record of good judgment 但是 but can be 看到这里的 but can be 但他的这个可能 问题是在于 or 有可能呢 是critical and does not inspire others that he works with 就是因为他过于吹毛求疵也好 或者他有的时候过于怎么样呢 过于这个判断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留情面 所以他无法激励到跟他共同工作的其他人 not in spam 就有可能呢 呃 就是指出一些问题 评价这个方案 或者是可能性的过程当中 会打击到其他跟他一块工作的同事的一些积极性 说啊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之类的 对吧 听着很上火 所以这个math的这个作用 其实就是monitor跟evaluator的这个作用 那这四个人的具体情况分析之后 答案就出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连线过程 就应该是啊 Peter发挥的是implementer的一个作用 那Gloria发挥的是shipper的作用 那如果是第三个 Siri这个人呢 发挥的应该是specialty的作用 那Matthew应该发挥的呢 是monitor evaluator的作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应该去找关键词 但凡这种题提干比较长 尽可能的都用关键词来找到你那个得分的点 然后呢 把这个连线的这个过程尽可能的做到精准 这样才能够得到全部的两分的分数 要不然你有可能就值得一分了嘛 对吧 那么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 再来看一下 B问呢 是一个填空题 那这个填空题 其实是关于什么呀 歧视 骚扰 以及 我们之前强调过的 victimization 伤害 或者是说 事后穿小鞋这种 就给员工穿小鞋这种 那你看一下 那现在填空题 这个空白之处就是 What occurs 什么会发生 An individual is penalized sorry 是panalized 受到惩罚 也就是受到一些 不正当的这种 Panalized for giving information In a discrimination claim against an employer 这个场景 我们之前 无论是在基础班 还是前面的一些题目当中 给大家做过的一些描述 是说呢 如果说 你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的同事 在公司受到了雇主的歧视 这个时候 你的同事去 告这个法院去 或者是劳动仲裁部门 去对这个公司提起诉讼 那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 你作为同事嘛 你作为你的同事的这个同事 留点让口 你作为同事 知情人 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和证据 证明确实雇主 对你的同事进行了歧视 种族歧视也好 性别歧视也好 那么事后 虽然公司没有开除你 懂吧 也就是你为你的那个同事 在关于歧视的一些诉讼当中 提供信息 或者站台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事后 公司虽然没有解雇你 但是各种惩罚你 给你穿小鞋 或者是给你这个 相当于各种 各种这些默许有的原因 给你找事 对不对 那么这个手 很显然 应该是C嘛 那这个公司雇主 对你进行了间接歧视吗 没有 骚扰你了吗 也没有ab都不是 Disadvantaged the group 鼓励受到歧视的群体当中 受到歧视的这个人 和正常人一样 申请自己的一些权利呀 机会呀 之类的 Apply for groups is known as positive action 也就是把受歧视的一群人 让鼓励他们啊 申请跟正常群体 一样的一些待遇的意思 那么这就是 increasing individuals from disadvantaged groups to apply for groups in to apply for groups is known as positive action 那再来看一下 关于 第二个 MTQ的问题 涉及到的是什么 这是点二 那一上来 ABC 是关于 rewards 和incentives 就是我们说的 激励当中 什么是外在的 什么是内在的 奖励 那么什么是一些 刺激手段 注意啊 C和A 你可以理解为 C和A的区别在于 A更多的是名词 C更多的是动词过程 理解吗 就是给什么样的 一些刺激 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效果 那是C 那如果是A的话 仅说明给了什么 什么样的一些 外部的一些展示 所以A更多的是 由名词堆砌成的 而这个C 更多的是 有过程 有目标 那么有过程 有目标的是C 听懂了吗 那你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啊 因为还是让你来判断一下 连线的这个过程啊 那么先看 Do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related to 就是下面的一二三四 是跟ABC 哪个有关的 你看啊 A sorry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A feeling of achievement Achievement是什么 这是名词 就是成就感 那成就感 是不是 你想想看 是通过外部给的吗 不是 是这个内部的工作 本身就能够带来的一个回报 Intrinsic的rewards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是A promise 承诺吧 它是一个过程 承诺有什么呢 额外的休假 Additional time of 而且是达到什么目标之后 For meeting a target 所以这就是跟你说的 有过程 有目标 那么有过程 有目标的 不应该是Incentive 给一定的刺激 或者是给一定的激励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有过程 有目标的是C 然后一堆名词 就是A或者是B 那么A的话是外在的 B的话是内在的 显然刚才说的 A feeling of achievement 应该选择是A的 Intrinsic Rewards 我的意思是A feeling of achievement 本来应该是B B的这个Intrinsic Rewards 就是内在的一个 掌励工作本身带来的 那么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的这个Working Conditions 工作的条件也好 还是Salary也好 是不是都是外在的呀 这个明白吧 所以A feeling of achievement 是内在的回报 工作的条件也好 Salary也好 都是外在的 而第二个 你看到的这个 给额外的收下 因为达成目标才给 所以它是一个激励 或者是刺激过程 那答案 就是刚才给大家提示过答案 就是内容 我刚才讲的内容 都对待 如果有稍微有口误的话 理解一下 是Filling of achievement 是B 那么Promise of additional time of meeting a target 就应该是C啦 那剩下的两个 就应该是 外在的Rewards 这个情况 那解释完 这一个A问 再来看一下B问 B问呢 是一个选择题 但是一个多选题啊 那么这个多选题 是让你选几个呢 两个 Two of the following steps would be classified as job enrichment 就什么是job enrichment 就我们说的 工作上的一个丰富化 那你就得想想看 所谓的enrichment 首先给它更多的什么呢 自由决策的一个权限 那它有了这个job enrichment 的工作再设计之后 它是纵向的 纵向的这个权利的一个延伸 那理解了这个本质 你就想想看 A A是说 giving an employee freedom to decide 更多的自由 去做这个决策吗 how the job should be done 那么A 是不是enrichment 的一个情况吧 但是你看B B呢 是说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tasks unemployee participate in 就这个员工参与 完成的这个工作的任务 数量 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同样的这个工作 只不过是给它增加了 横向的 更多的任务的时候 是不是job enlargement 所以B项 是job enlargement的意思 那么C项呢 涉及到的是 transforming transform什么意思啊 轮岗啊 在这里是 把一个员工 从一个工作 再调到另外一个工作岗位上 这就是轮岗 job rotation 那地上呢 是鼓励这个员工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decisions Cypry 就是呢 planning decisions of Cypry 那么可以在他计划决策的 这个整个 也就是说呢 让他参与更多 他的上级 对这个工作的计划决策的 这个过程当中 那不就是给他更多的什么 参与的一个权利吗 对不对 而且是纵向的 也就是他可以更多的参与到 他的上级 本来应该做的工作内容当中去 这不应该也是一个job enrichment 垂直的吗 对吧 再来看 e这项 e这项 相当于是对工作的一个细分 没见呢 而且是对工作的一个微观的细分 微观的一个设计 因为它是dividing a job up into 把这个工作变成一个很琐碎的连续的一个任务 具体的连续的这个任务 比如说安装这一个零配件的一个过程 你也可以把它分成若干个步骤来完成 那么这不就应该是对工作的进一步的微观设计 对不对 macro design of job 这个情况吗 所以要理解啊 在ABCDE当中 那么对于job enrichment的描述就应该选择是A和D 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多任务的问题 题杆又比较长 那这比较长的这个题杆呢 还是涉及到四个人 那具体的知识点是关于学习风格理论的 那因为问题是问你 根据Honey跟Mountford 他们所分类出来的四种 那么现在看到的理论型 一直到实践型的学习过程当中 让你来判断一下 前面的一二三四四个人啊 四个人 那么分别应该对应的是ABCDE 哪种学习风格 在这里要注意 C和D最大的区别是在于 D是真刀真枪的 在工作过程当中进行学习的一个情况 那么C呢 是可以模拟工作环境 不一定是真实的 它有参与感 但可以只是模拟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C和D要分清楚 那么我们看一下通过关键词 怎么来判断这四个人 具体调达的是什么样的 学习风格 学习方式 更适合啊 首先 先看一下第一个人 那他更愿意理解的是 基本的什么 理论 Basic Principles 而且呢 那他如果要动手的话 一定是要基于逻辑 或者他所掌握的逻辑上的理论 有逻辑支撑的 有依据的 他才可以动手去做的意思 那他更愿意参加什么呢 结构性的 Structured Training Program 结构性的一些培训课程 而且尽可能的这个培训课程是 Run by Teachers 注意这里用的是Teachers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像我们这个课堂一样 通过结构化的培训课程 来给大家承受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知识的意思啊 那么他也更希望先知道这个理论 对不对 而且更希望通过现在的这种方式 先学习理论 然后再应用到实践当中 所以他必须得是 知道理论的这个情况下 他才知道怎么做 那这不是典型的理论性学习吗 那第二个B 像不能说B 就是第二个人 Louis这个人呢 needs to work 那么他希望他的这个工作呢 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是her own pace 有自己的工作的一个节奏 Tends to be fairly slow 有的时候呢 工作能比较慢 而且很仔细 Cautions in her learning 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相当的慢 也很仔细 为什么 因为他要观察 对吧 而且他要思考 看到了吗 other things take time to think about 那么还得再思考 那思考什么呢 think about them and then practices 然后还得再得出 自己的一个结论 carefully dot art conclusion 那么这种情况 不就是反思型吗 对吧 也就一定要 自己有一个理解消化 变成自己的 然后再应用 那Susan第三个人呢 only likes to study 注意啊 现在你看到的 Susan和Tony这两个人 是有区别的 就是你要找到 关键词来区别 为什么Susan就是实践型的 而Tony就是参与型的 activity这种情况 你要分清楚 最关键的关键词区别在于 上一个 Susan这个人呢 是real practical 看到那个是real practical problem real解决的是 实际真实的工作当中的问题 另外一个关键词 就是你看到的 she likes 他更愿意什么呢 learn new techniques through on the job training 看到那个是 on the job training 通过什么呀 在职的培训的这个课程 那在职培训就是 真刀真枪 在工作过程当中学习 所以他一定是实践型的学习 那么Tony这个人的表达呢 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更多 他是说比较灵活 而且比较乐观 但是 does not have any patient 在这个理论学习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耐心 意味着理论学习不适合他 也可能不太愿意思考 但是他更愿意是怎么样呢 he wants to receive hands on training 就是他更喜欢 动手操作型的 培训课程 并且享受 解决practical problems 实践问题的这个过程 如果啊 如果在这儿更多强调的是 解决时间问题 动手 而且或多或少的 也提到了实际工作的过程 那如果是没有 Susan的这个情况下 或许你可以误认为 Tony是属于前面的这个 跟Susan一样的实践型学习 但因为Susan已经更明确的强调 是实践型学习了 那么Tony就一定要把它归类成 activist 一般这种连线题不太可能出现 这两个人 Susan和Tony都是实践型学习的过程 不会的 不会的 听懂了吗 所以既然 Susan更能够明确的归类到 是地上 实践型学习的 学习风格 学习方法 那后面剩下的Tony 一定是activist的一个人 那知道了这个情况 那么就一一对号入座一下 先看 那你想想看按那个我们刚才的这个顺序 第一个人对应的是A 第二个对应的是B 第三个对应的是D 第四个对应的是Tony 这个过程应该理解了吧 那这个第三题的A问结束之后 看一下B问 又是两个多选题 相当于选两个的多选题 which看到那个是which tool of the following of the job 注意 问你的是of the job training的 methods 既然是of the job training 那你就得通把通通 如果是你要选择是of the job training 那你就得把那些on the job training 通通的给排除掉 对不对 首先A job rotation 轮岗工作过程当中 那肯定是on the job 对不对 B computer based training computer based training 这种现在这个情况 你现在学的这个过程 不就是基于互联网 基于计算机 也就是你在台式机上 当然也可以在手机上 看这个课程吗 这不就都属于大类上归类到 可以归类到 computer based training 那C呢 temporary promotion 就是短暂的临时的 把它升值到上级那个岗位上 让他更多的学习上级岗位 应该掌握的一些工作的技能 那这不应该也是一个on the job training吗 有同学可能会觉得 那gaman suggestion 就是这种展示吧 那这种展示也好 或者是通过一些这个具体的这种呈现 呈现方式 工作过程的呈现方式 来进行这个培训 那为什么不可以是op training呢 那给他看这个具体工作的过程当中的 一些这个video 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具体过程当中的这个录影 录像 那不应该也是op job training吗 或许是录像 但他也可以实际展示啊 所以他让你只选两个的时候 你就不能选第四个 因为有更明确的意向 一定是op job training 明白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 B相和意向一定是op job training 但是这个diamestation的这个过程 一般强调的是实际展示 实际工作过程的展示 不见得这个实际工作过程的展示 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展示的 听懂了吗 也就是他实际工作的这个展示 确实是在工作过程当中 直接就展示给受培训的那个学员去看的 而不是说把这个展示过程录好了 通过视频观看 是通过那个视频 让这个培训受培训者学习 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里的diamestation 不要把它理解成是 视频展示啊这种 你更多的就把它理解成是 实际工作过程当中的展示 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这儿 b和e一定是op job training的 但是d有的时候呢 确实可能有视频展示 但更多的在这儿倾向于 实际工作过程当中 掩饰给学徒看的一个过程 明白吗 掩饰给员工和学徒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学员看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是一个 可以理解为 是有可能是on the job training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儿一定是of the job training的 当然就是b和e了 关于第四个mtq的问题呢 又是t干比较长的 现在给你列的四个人的这个情况 那这四个人的这个情况 问你分别他们参与的是什么样的diamest 注意找关键词 那么这些关键词的话呢 就是在给大家前面用黄颜色标注的这个部分啊 但这道题我们首先要提示一下 这道题的答案是有错误的 你如果是去翻bbp配套的 练习测的这个答案的话呢 那这个答案是有可能是有bug的 听明白了吗 那因为他的这个答案当中啊 根据版本不同 有可能你会发现答案有bug 是像第一个 George这个人 有可能他在那个上面 答案上啊 写的是选项D 但是描述的却是personal的diamest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题的答案 可能是有bug答案 你要看你现在手上的bp的版本 是哪一年的版本的这个情况 那答案是有可能有错误的 总之 现在给大家列的是调整后的正确的版本的答案 听明白了吗 这是正确的版本答案 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分别参加的 或者是参与的是ABC当中 到底是管理开发课程呢 还是说personal element 个人能力开发呢 还是职业发展的professional element 还是 sorry 专业的啊 专业的professional element 还是说是care element 他的这个职业发展 那么ABCD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那如果是管理开发更多 更多的呢 是通过一些类似于轮杆也好 或者是说让这一个人通过管理培训生的一些计划 迅速的提高三到五年之内啊 提高他的这个能力 那么personal的话呢 就是为了纯粹的为了个人发展 个人开发而准备的 为个人就是提供将来可能用到的一些技能的学习过程 那如果是professional element 你更多的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的职业教育后续发展的 或者是职业教育的一些呃 可以理解为是后续或者继续教育的一些课程 因为C和D都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职业教育课程 但是不太一样啊 如果是C是更多的是针对专业人士的 明白吗 比如说你考完ACC 你考完CPA之后都会有继续教育的课程 就可以理解为是他专业领域内的professional element的一个课程 明白吗 但如果说D care element更多的是给那些基层员工准备的 一系列的网上健身的职业发展课程 理解了吗 也就是D像是在一个公司内部 从下到上网上健身的一个途径 给他带来的一系列的开发 或者是培训的一些课程 那么C更多的是由协会 专业协会提供的职业发展课程 能理解了吗 比如说律师 会计师的职业发展课程 那么就是针对他的这个专业领域提供的 协会提供的 可以理解为是C这种 而D更多的是他所在的公司给他提供的 一步一步的职业晋升的一些课程 那我们看一下 这四个人的这个情况 第一个 George是learning skills 他现在学习的呢 是not directly required 在现在的这个工作当中 就是发挥现在工作决策的过程当中 Coreignal的这个情况 现在not directly required 不是现在马上就用到的一些能力 或者是技能 But should allow him 但能够让他怎么样呢 contribute more flexibly and innovatively 就是能够在对这个组织将来的工作过程当中 发挥更加零 我呀创造性的一些作用的课程 给大家给他提供了 能理解吗 他现在学习的是这样的一些技能 这不就是个人发展 对不对 个人开发 Coreignal的第二难门的过程吗 那Helen现在所接受的 或者是获得的这个机会 Gaining experience of each of different functions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 如果是管理培训生 或者是管理开发的一些阶段 阶段性的一些内容的话 那么就是让他在不同的职能部门 不同的岗位都能轮逆变 迅速的能够在三五年之内 承担起这个公司管理层的一个作用和角色 所以这儿 Different functions in her company as as the variety of positions 看到在不同的这个岗位当中 不同的这个位置上 And working 就是希望将来通过这一系列的轮岗 在不同的岗位的实践过程 希望他可以将来尽可能快速的 承担起这个组织更多的职责 那这不就是相当于 希望他三五年之后 能够承担更高级别的管理的 这个作用和角色吗 所以这个Helen应该给他提供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的management element的这个课程 管理开发的一些内容和课程 那赵这个人呢 是receiving 那么现在接受的这个培训 能够确保professional 看到那个是professional standards啊 都已经有了professional standards了 你还能选什么啊 当然是professional element的课程了 in his accountancy 你看而且是根据他的什么 accountancy work are maintained and enhanced through education 能够教育啊 delement啊 training啊 等等 那最后一个人呢 是planned 有计划的 segment 让他在不同的部门和项目当中 看到是项目当中 不同的部门和项目啊 we didn't have department and has recently been working in to project group 那么不同的这个项目 group 不同的这个project project group 项目团队 for implementing new systems 那么这个才是职业开发 我们所谓的credit element的这个课程 那你会觉得 那现在第四个人和hellen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在于现在的这个hellen这个情况是increase the responsibility in the future 而且是在他的公司当中有很多不同的position position 而第四个人呢就相当于是拓宽了他的职业的可能性 就让他经历更多的项目嘛 懂吗 让他经历更多的这个项目 那看到那个是有更多的project group 对不对 project group 并且能够执行for implementing new systems 而不是说让他将来能够承担更高更多的职子 所以第四个是相当于公司内部提供的一些职业健身的 或者是职业发展的一些过程 所以要对应的话呢 一对应的这个过程应该是 George是personal development 那么hellen是man development 那George这个人呢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那么第四个人就应该是clear development clear development这个情况啊 那另一次上的答案如果有你的版本有错误的话 希望你能够改进一下啊 继续再看一下MTQ第四题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必问 那么必问呢 还是让你来选两个 True of the following I'm necessary for training program to be effective 那我们怎么能够确保NAS34 就一个培训培训的这个项目 培训的这个课程 如果是有效的话 下面那两个是必要的 相当于是必要的条件 必要的因素嘛 A呢 Training should be expensive 很贵才有效吗 不见得 那B上 There should be clear 看到那个是clear objectives 要有明确的目标 这个没问题啊 那么C Training should be of the job on the job也好 of the job也好 各有各的不同情况的应用 不能说哪个一定有效 哪个一定无效啊 第四个 There should be timely feedback 及时的反馈 需要的吧 第五个意向 Training should be on the job 刚才说了 of the job和on the job 不是一定的 所以当然要选B和D了 再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的这个情况 是说 company 现在看到company W 那么现在要评估 这个企业啊 销售人员 看到那个是 sistat by the number of claims 那这个W这个企业评估销售人员的这个业绩是根据拜访客户的数量啊 以及最后这个产品有多少卖出去的这个数量来评价的 那你想想看 既然根据这个W公司这个评估方法 那么这个题杆 你就应该能想到 这道题肯定要问你的是 performance appraisal的方法 一一对应起来 那么在这儿 A呢 是guided assessment 这个我们在前面都已经给大家提示过中文含义了啊 再给大家列一遍 就一定要知道具体的评估方法 那么中文意思是什么 你就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了 大智商一九就知道怎么做的了 你想想看要素评定法 肯定列出一些要素 这个要素是名词 那么要素这些要素正值 或者是这个高效也好 你可以理解为正啊 就是形容词吧 形容词或者是说名词 这些要素有没有达到 能理解吗 那这种就是guided assessment的评估方法 那么如果是grading 它会一定会分级的 理解吗 它是因为它是等级评定法 等级评估法 那C项是行为事件法 就是看这个员工 在这个公司内部 是不是完成了这个事件 或者是说行为标准 有没有达到 行为准则有没有达到 那么A和C是不太一样的啊 你要根据描述来判断 因为C更强调的是它行为 明白吗 那么D呢 是结果导向的 我们当然说过 但凡靠量 靠结果来判断的 基本上就是结果导向的 那先来看问你 当然问题问你的是 W再到D WXYZ 这四个公司 分别采用的 appraisal的这个technics 什么情况 所以你看 关于appraisal techniques 是不是也比较重要吧 先看W公司 肯定是结果导向嘛 不用说了啊 那X公司呢 X公司已经告诉你 Each manager awarded 关键词在于 有1到4 打分的一个过程 1最优秀 4最差的一个过程 based on feedback from subordinates 就是根据他 从这个 根据这个员工 员工的这个下级 和上级的这个反馈 来给这个员工 打分嘛 你想想看 这不就是等级吗 分等级的吗 对不对 等级评估法 分级 对不对 等级 分等级 分级来进行评估 业绩评估 那Y这个公司的 关键词是什么 是有很多的 performance elements 对吧 company-wide appreases the performance of a sub 通过什么呢 assessers commenting on a number of desired characteristics 有很多不同的 特点 属性 以及业绩要素 那就是 要素评定法吗 可是你在看 Z 我的意思是 Y和Z 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后一个公司 业绩评估的 这个方法 是根据员工 所呈现出来的 他一系列的 这个属性 that indicated 那么他的这个属性 是不是符合 公司的要求 也就是他的这个属性 他的行为 符合公司要求呢 还是不符合 公司业绩的要求呢 那这不就是 看他的行为 这不就应该是 我们说的 behavioral incident method 所以要知道啊 找关键词 找关键词的话 显然 W公司 是结果导向的 就是 D 对吧 再看 如果是X公司 B 这个是等级评定法 那么 如果是Y 这个公司的话 应该能想到 它是要素评定法 sorry 要素评定法的A 那么company 最后一个呢 Z这个公司 显然 是属于 行为事件法 那么一对应的过程 那么 如果是记不起来 ABCD 分别是代表什么的 那么往前翻一下 然后就应该能够 知道 答案连线的过程 分别对应的 就是 DBAC 这个过程 第五题的 B问 又是一分分值的 一个选择题啊 那么这道题呢 其实跟我们前面 呃 讲过的一个选择题 情况是类似的 那么当时那个答案 是 Tell and Listen 但现在这个题 就不是 为什么 它是讨论 这个问题 找关键词 Discuss Issues With the employee 跟员工讨论 并且 The employee is encouraged to think thing things 那么考虑 思考自己这个问题 那 Through and commiss to personal implement 那么还得再得出什么 那我应该怎么提高 个人的水平 个人的业绩的 一些 一系列的解决方法 因为他要承诺 理解吗 他要去思考 而且还要再承诺 就是思考自己 为什么没有做好 还得就是考虑自己 为什么没有做好 还得做出承诺 一定能够 下一步提升自己的 这个承诺是要做的 那么这种 是在Appraisal Interviews 我们说的评估面谈 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是 See Problem Solving 这个过程 为什么 在这儿 他首先强调的是 讨论 没有说 只有那个评估人员 说的 Tell 以及评估人员 倾听的 Listen 都没有说 能理解吗 也就是评估人员 是怎么说的 都没有太过多的强调 对不对 那只是说呢 强调的是 Improvement 讨论一下问题 讨论问题嘛 然后再得出 怎么样去解决 怎么样去改善的 Personal Implement 那这不应该是解决问题的 Problem Solving的 Appraisal Interview的 这种方法吗 那么C问 又是一个判断题 一分分之 只是让你来判断这句话 对 错 懂吧 而且它不是绝对 它只是 Can be used 你解决吗 就是它没有说 Only 它没有说只能用来 是说 Performance Appraisal 可以用来 Can be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Candidies for promotion 你想想看 是不是能够为 可能的 潜在的 这些应聘者 For promotion 就是潜在的 可能的 可以晋升的 这些员工 做业绩考核 你想想看 就能够发现 到底谁更适合 明白吗 也就对员工进行业绩考核 就能够发现 谁更适合晋升 这句话难道不对吗 当然是 True的这个情况 那第六题的情况呢 是相对来说 简单的 第一个A问 就直接让你来判断 它行驶的是 什么样的power 那先看一下A问这个过程 What type 问题是哪个类型 What type of power is best used 注意问你的 是best used to describe 有可能最 就是最佳的这个答应 用来描述 Behaviour of a manager Who is 就是谁拒绝了 你看是拒绝 拒绝什么要求了呢 他的团队成员 去帮助 其他的 another 其他部门的 这个工作 来减轻其他部门的工作量 那他所行驶的 是不是拒绝的权利 也就是他的 inactive power 因为有同学会觉得 这不应该是position power吗 就因为他是团队的 这个团队的leader 对不对 这个团队的这个leader 或者是manager 所以他才去拒绝 另一个部门 想要戒掉他的团队成员 减轻人家部门的 工作压力的 这个过程 那他不应该是position power吗 就算是position power 可是你看看这里有position吗 没有啊 那他是专家的 actual power吗 不是吧 那他是这个coercy 这种惩罚性的吗 不是啊 是超能力的 fiscal power吗 更不是啊 所以当然就只能是 nactive 他有拒绝的权利 否定的权利 为什么 这个拒绝和否定的权利 就是因为 他才是这个team member的manager 或者是leader 当然就有支配 这个team member的权利 对不对 那他就拒绝另外一个部门 戒掉这个人员的申请 没毛病吗 所以这个应该是 inactive power 那b问 是比较难的啊 因为b问三分的分值 好在考试的时候 这种题仍然是选择 连线 这种 不会让你直接敲键盘 那这道题当中 其实还涉及到的是 在我们managing and leading people 那个章节当中提到的 各路的专家学者 也就是各个门派 他们的这个理论观点 怎么样把这个观点和人民一一对应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部分内容 如果你觉得是个难点 而且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整理的话 那就先等等 等到我们后面在冲刺班的时候 会把各路专家学者 也就是他们每一个门派 不同的门派 他们的这个派别的这个不同派别 不同门派的理论观点 那人民和他们的理论 我们会一一对号入座 给大家做一个梳理答案 那么知识点的梳理 是我们等到冲刺班的时候 会给大家再做的一个工作 好吧 所以你现在先做一个题目的积累 把这些题目积累了之后 你自然等到我们讲冲刺班的时候 就知道 哦原来 我原来做那个题的时候错在哪 为什么错了 以及通过冲刺班的这个讲解 再加深一下指示点 好吧 那现在呢 是Feedley也好 Heebies也好 Belbin Bennis 这三个人 那他们的这个理论呢 都是关于管理和领导的 让你来一一对应 一二三当中 你也可以用排除法来做啊 首先 那第一句的意思是 无论什么水平的人都可以 就什么样的这个级别的人都可以发挥领导的影响力 你们觉得 哎 第一句话 讲义上和教材上都没有提到过呀 那我也不知道对应的应该是 Feedle Heebies 还是Bennis 谁的这个理论呢 稍安勿躁 先把二和三解决了 一自然就能出来了嘛 对吧 那第二个 第二个很明显 是心理上亲近的 还是心理上疏远的管理方式 显然是Feedle的嘛 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 The manager does things right while the leader 但是leader呢 是 the right thing 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Manager更强调的是那个过程 做事情的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那么leader强调的是方向感 是做正确的事情 而不是说这个事情做的这个过程 所以你想想看 三强调的是 Manager和leader的不同 那么Manager和leader的不同 我们是强调过大 这是谁的理论呢 Bennis的理论 那你是不是可以 从我们说的这个 第二个是Feedle的理论 第三个是Bennis的理论 那显然第一个就应该是谁的呀 Heebies的理论嘛 对吧 Heebies这个理论 那先看一下具体的这个过程 一对应的对号路做 怎么解释的呢 首先我们先看第二个 Feedle的他所提出来的是全变理论 领导力的全变理论 Tentangency theory当中 那么人们可以 也就是领导啊 领导可能变成people become leaders Has it be because 那么他可以根据他 呃这个所具备的archivist 或者是一部分靠什么呢 situation情况 既考虑到archivist又考虑到具体的情况 situation来决定 到底应该是在心理上 psychologically closed 还是psychologically的 这个distance的 这些distance的这种领导 sorry distance的这种领导 风格 那么这个是Feedle的提出来的 所以第二个应该能对应得上的啊 Bellis所强调的是具体的 spastic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ces between什么呢 managers and leaders 这个在我们讲语上也强调过的 所以自然就剩下 PVs分散领导 是说分散领导吗 无论在哪个级点上 那么这个人员可以根据自身所具备的特质 有可能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领导的影响力吗 明白我理想了吗 好了 到这为止 我们就把所有party这个部分的 mtq的六道多任务题呢 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